就是说像这样的 比如说上面我把它比做成一个球体 这是它的头的话 那它的身子呢就是 首先是这样的 这是两个腿 然后这是个尾巴 就是说头呢 它有它的暗部 然后交界线 到身子上呢 它整个它这个体块呢 它是朝右 朝右 然后这块呢朝左 这边受光 这边背光 这样的一个形体 形体上的一个特征 形体上的特征 这个我留下来 它是这个 就是这个球体 你看一个大的球体上面 再像一个小的球体 小的球体上也有它交界线 大的球体上也有交界线 然后再下来到这个身体上呢 它成了一个上半个部分 像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特别像个轮锥 特别像轮锥 这是右侧 这个呢是左侧 然后下面呢 它就好理解了 这样的一个形体 所以我们要理解它这个进屋里边的这种几何 几何关系 几何关系要理解了 剩下就好办了 比如说按部 这样的 按部 按部 那到这个狗的这个身体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它因为画面里头它没有特别深的地方 特别深的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呢 我就可以用这个14B 14B 轻轻的把它这块颜色给它铺 再铺重一点 好 也不用铺特别深 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够了 好 然后这个地方 比较深 然后再下来呢 就是这个 窝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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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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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铺颜色基本上就就跟上了 至于尾巴再加强一点点 这是整个铺色的一个过程 铺色呢就相对要放松 要相对呢比这个 起行上要放松一点 因为起行的话要严谨 你要多对比它的形状位置 以及它的交界线的起伏变化 等它要相对要认真一点 然后铺色的话 只要抓住一些关键点 然后剩下放松一些 剩下的呢稍微 跟一下 这是铺色阶段 这一步 这一步做好之后 下一步是最 最大快人心的一步 也就是说 一擦呢马上这个 该出来的就都出来了 所以说前面的付出呢 到后面一定会见效 所以说前面画的时候 一定一定不能着急 不要着急 然后慢慢的画 这个擦的时候 我们就 就是虽然它是擦的 擦出来的 但是我们要 很有效的去利用 它这个擦笔 这个工具 所以说擦好了 它会 非常快就能见效 来吧 就能收到 好吗 我们就让它们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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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整个这个暗部呢要透 要透不能够堵死 整个它这个头部就像一个球体 你要看画这块呢特别像画苹果这就现 只要抓住了马上它就见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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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整个这个头部啊 头部它这个暗部它是联贯 联贯在一起 联贯在一起的 联贯在一起的 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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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鼓起来 要鼓起来 好 然后再往下走 下走的时候 它这个脖子底下 这块呢 加墙啊 加墙 这个扇圈呢 先把黑的地方给它擦出来 剩下的 我们换用别的方式 换用这个刷子 它也能够给它 虚掉 也是也能够给它虚掉 手放在上 然后再往下走 最后的颜色 快点 这位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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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采用纸巾 纸巾统一的方式 先统一 然后再去做具体区分 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区分开了 先统一再区分 先统一再区分开了 然后这边也是统一 统一的方式 先统一 然后像这个地方 它是 后面重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然后这个投影呢 同样我们先统一一下 因为到后面擦过之后 它只是一个擦过一个虚的一个效果 但是到最后 最后我们还要去 还要在擦过的基础上 还要再去进一步的塑造 以及深入 所以说擦过并不是最终效果 可以尽量的深入 尽量的接近最终效果 但是不可能 即便是接近不了也无所谓 因为后面还有 还有这个程序 还要去解决它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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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先把它这个 然后先把它打开 这是整个这个擦完之后 擦完之后呢 它其实已经接近60%了 六七十 稍微调整塑造一下 它就出来了 所以说前面几步呢 至关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前面一定要足够的用心 到后面呢 它才能够出足够的这个效果 这下把起形的时候 留下来的一些辅助线也好 还是这个一些什么线 把这些该去的呢 给它去掉 画面变得干净一些 整洁一些 来吧 为什么 这些东西 大家都开始 了 谢谢大家